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秘斯省政府在3月底推出租金補助計劃 預計到8月底結束 而目前有大約8萬5千名租客申請 每戶平均獲得2千元 省府為此支出1億5千萬元公帑 總計期間有8成半的租客支付了全數租金 其餘1成5只交了部分或索性欠租 不過從9月開始 租客就要自行支付全額租金 欠租的租客也要分期還款 你會繼續支付你的租金 但在1月中 人們會要求開始再支付一些租金 在超過疫情期間 當中的磁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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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磁 三虎同時宣布由9月1日起 撤銷了驅逐租客的禁令 同時放寬凍結加租的限制 由12月起 業主可以向租客要求加租 去平行租客和業主的權益 有業主權益組織相信 有關措施有助業主討回部分欠租 相信有10個月時間去解決問題 不過疫情反覆 不明朗的情況持續 業主和租客要共同合作 但有租客權益組織關注 在目前失業率13%的經濟環境下 租客欠租情況會惡化 若要額外還款 加上業主有權加租 驅逐租客的情況會增加 雖然業主和租客在疫情下 同坐一條船 處境相同 但省府的安排 可否實際幫助他們 就要看看重啟經濟 可否為失業的租客提供足夠的收入 去應付每個月的租金之餘 還有額外的資源去償還欠租 今晚的政論中環就說到這裡